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名包括房主维修工在内的底层民众来应付舆论 其实这次火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政府监管不力失职肚职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而广泛存在的现象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才一再出现这样惨重的人员伤亡 可是北京市当局对此却无一人受到处理和责罚 面对底层百姓如此悲惨的生活环境和不幸遭遇 北京市不仅没有给予帮助和同情 相反北京市却借着这次大火 以全市开展专项行动为名 强行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 手段之残忍之野蛮令人震惊 北京市当局的暴行搞得天怒人怨 甚至爆发了多年不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开上书 由一百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出公开信 并以知识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规模驱赶 外来人口事件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全国政协信为其 公开指责北京市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 要求最高层予以直指和纠正 并提出对北京城市定位予以纠偏等等主张 大型火灾以及驱逐外地务工人员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非常的奇怪 大火发生后 很快传出有人员重大伤亡 然而官方对失货现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事件发生后 除了少数媒体在三天后才有机会对外围情况进行报道 关于火灾的核心信息 依然被官方严密控制 并且几乎在第一时刻就彻底清除了失火的建筑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建筑在失火之前就已经要求居住在那里的客人 在五天之内必须离开 也就是说 就在驱逐令下达之后 不久一场大火就及时降临 以19个人的惨死 对低端人口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据报道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代理市长陈吉宁 火灾当晚立即召集官员开会 本令要查明事故原因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要求加快清理 与火灾现场类似的三合一工业大院 随后 北京市各级政府立刻以此为契机 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清洗 在短短的三天内 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低端人口 被强制驱赶离开 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 在天寒地冻的季节 被赶出了家门 有人仓皇逃离北京 有人甚至在冰霜之夜 露宿街头 各种让人不忍直视的视频和图片 在网上广泛流传 令人痛心不已 当局的野蛮和冷血 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无比愤慨 而当局这一系列的措施和举动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这个严重局面 不能不让人猜测和想象 党局在这场火灾中的真实角色 不禁令人怀疑这场大火 着得如此奇怪 网上不乏有人故意纵火的说法 或许是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 当局公布了一些相关的图片和信息 并且在火灾十天之后 现场早已被彻底毁掉的情况下 才公开起火原因 正式否认有人纵火 其实驱逐异类 是中共立国以来的一贯做法 当年中共入主中原之后不久 就将大批底层民众强制 从北京赶回原籍 甚至将在北京生活了几代的底层民众 都安置到东北等地务农 1960年之后 北京市号称要建设水晶城 又将大批中共厌恶和害怕的人 驱逐出北京 文革期间 再次将所谓的五类分子赶出北京 最后又将文革中最疯狂的红卫兵 在利用完之后也赶出了北京市 驱逐异类净化首都 几乎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做法 北京如此 平壤也是如此 金边也是如此 2017年2月 习近平第二次考察北京市 习近平指出 书解北京市非首度功能 是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 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应约数 确定人口总量上限 规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 关于北京市这次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各种推论和猜测纷纷出现 应该说 采取各种政策措施 驱赶和减少低端人口 是当局近十年来的一贯做法 这其中可能有多种考虑 至少是想让在北京生活的高端人口 拥有更加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空间 但是这次北京各级政府突然发力 肯定有其特殊的因素 这次行动之暴虐 不是以往的一般性压缩地带人口行动 可以比拟的 这其中可能涉及了当前已经显现出来的 政治经济危机 很有可能当前的经济 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下滑迹象 因此当局为了确保北京市的政治安全 确保北京市基本居民的就业空间 确保低端人口不引发动荡 因而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将低端人口驱离北京市 除此之外 这样野蛮粗暴的驱赶低端人口的做法 显然也和当前最高层的执政风格极为吻合 换句话说 即便没有任何新的特殊因素 在这个新时代 就这样疯狂的驱赶低端人口 也没什么奇怪的 从北京市的这种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年红卫兵的印记 更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特色 这次事件中 一个很刺眼的词汇就是低端人口 此前 只是以为这个低端人口的说法 是一些无良文人的生造 没想到 这却是多年以来 北京市官方文献和新闻报道中 一再出现的正式说法 这其中 既有比较偏远的昌平区防山区的官方文献 也有核心地带的海淀区的文献 他们都多次提到外来低端人口的概念 看到这些 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共居然如此傲慢 如此残忍 如此霸道 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 中共的政权就是依靠被欺骗的低端人口夺来的 到目前为止 这些侮辱性的说法 依然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看到 例如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 刊登时政消息 海淀区东升镇全年关停7家市场 称将市场调整疏解工作 与人口调整相结合 以夜控人为主 加速区域低端人口的疏解 提高区域人口质量 北京市这种 以各种政策方式打压和清除低端人口 提高人口质量的做法 这是典型的 法西斯事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显然 这次驱逐低端人口的疯狂举动 不仅遭到了国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 而且已经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重大人权案件 这对中共形象的塑造是极为不利的 就在外界强烈批评和质疑之下 11月24日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文指出 官方实施的整治行动 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 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 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市有关当局 坚决否认清理低端人口的说法 并做了多方便捷 他们说说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 是不负责任的 毫无根据的 没有低端人口 一说 这项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 我们针对的是存在安全隐患 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 针对的是一些经营者只顾私利 无视安全法规 无视员工和俗户安全的违法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外来人口选择了在这些场所工作和居住 但他们并不了解身处的危险 我们的原则是生命至上 在这个问题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些无视安全的非法经营 才是对生命的漠视 没有低端人口一说 官方文献白纸黑字 难道北京当局就可以以此否认吗 好一个生命至上 人人平等 低端人口的居住环境恶劣 政府就该为他们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活设施 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可是北京市当局不是为民众消除隐患 改善现有条件 而是以生命至上为名 剥夺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强迫他们在寒冬露宿街头 甚至被迫离开北京 也就是说按照北京当局的逻辑 低端人口你想活着就得离开北京 你要工作就得到外地去 显然北京市的这个简单的否认和辩解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解释也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这种骗人的鬼话 更是没有人会相信 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有兴趣去看去听 可以肯定的是 北京市当局的道宁逆时已经犯了重怒 而且人们已经开始将怒气和怨气向上延伸 甚至指向了蔡奇后边的习近平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似乎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中央电视台11月27日 先后两次发出另类的声音 一篇是书接外来人口政策应该多些温度 另一篇更加可爱 题目是不论以什么名义 都不能践踏外来人口的尊严 在央视的这篇文章中说到 收入微薄 存在感低 缺乏话语权 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所谓的低端劳动力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是支撑其北京市这种特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层劳动力 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尊重去理解的劳动者 央视还引用习近平的话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 我们始终都要宠上劳动 尊重劳动者 央视的话听起来很像真事似的 其实这不过是一些空话而已 连马后炮都够不上 从19日北京市当局开始强力驱赶低端人口 到27日央视表态 这8天期间 大多数低端人口早已经家破人亡 离开北京市了 数量可能高达数万数十万甚至更多 所以央视这个表态不过是想舒缓一下民间的情绪 告诉民众还有希望 或者说你们还可以继续做梦 至少中央是正义的 错误只是个别人的 反正房子已经拆了 东西已经毁了 人也已经赶走了 无数被驱赶的低端人口中 有人敢因此而索要赔偿吗 有人敢因此主持公道吗 显然 央视的这个姿态就是做给百姓看的 就是给国际舆论看的 并不是真想解决什么问题 央视的这些温柔的言辞 不过是一个公关手段 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有人认为这是高层在暗中批评蔡奇 大概是高估了高层的好心吧 其实如果高层真是要批评蔡奇 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 有人打一个电话就足够了 北京市的疯狂举动就会立刻刹车 说白了 这就是央视和北京市在演戏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而已 当然 北京市当局也不会甘心总是去唱白脸啊 11月28日 也就是火灾之后的第10天 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到大兴区西洪门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时强调 专项整治要坚定有序 要有人文关怀的文章 在低端人口已经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 北京当局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 北京市居然假模假样的提出 要妥善安置 要人文关怀了 好像那个疯狂的打压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对于北京市当局而言 真正需要他们做的 首先就是公开向低端人口道歉 赔偿他们的损失 而不是假惺惺的说这些漂亮话 当然我们知道 对低端人口道歉和赔偿这一类事 在北京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可以看出 这次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 明显不像是突然的行动 而是一个预谋已久的 有充分准备的权势统一行动 不论当局说什么 他们驱逐低端人口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根本就是多年以来中共的既定国策 改变的只是中共的宣传方式和方法 应该说 中共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没有改变 甚至在迅速倒退恶化 但是中共的宣传方式似乎改变了 他们变得更加注重欺骗策略了 在人民遭受了暴力摧残之后 尤其是引发了人们对中共最高层的质疑之后 中共的宣传机构迅速出来扮演 给人民喂食去腾片的角色 让人们不去怀疑这个集团的邪恶 要知道这去腾片就是一种麻醉剂 它并不能真正去除人们心头的疼痛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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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